吉兰丹能吉里周一席补选 国盟派出的人选堪称是最快上位的候选人 才刚加入土团党两天就代表土团党上阵 这位名字叫莫浩·莫里斯·华迪的候选人 之前还是一党能吉里的青年团副团长呢 只是一党的人如今穿上土团党的外衣出战补选 确实有趣有趣 他星期一在国盟宣布的候选人活动上亮相 宣誓过程也有一些亮点 看看你有没有注意到 Saya Muhammad Rizwadi bin Ismail dengan penuh tanggungjawab, waras dan sedar tanpa paksaan dari mana-mana pihak dengan sukarela berikrar dan bersumpah Wallahi, wa billahi, wa tallahi untuk patuh kepada Perlembagaan Parti Peribumi Bersatu Malaysia Bersatu serta dasar-dasar perjuangan patuh kepada Arahan Parti 如果继续使用州议员的经费 但伊党那边对土团党提出的人选 一直都不肯亮绿灯 伊党化旺盛去部主席之前曾经要求土团党让路 因为担心他们的人又再次倒戈 而美日新闻则是挖到消息说 如果土团党硬要自己的人选的话 就担心可能会出现伊党基层的杯格不助选的局面 总之就是谈不拢了 但土团党也不想被伊党夺走一席 所以最后才妥协说 好啦好啦你们要的人选加入土团党 我就给你们上阵 对于伊党自家人闪电退党 外衣由青转红 变成土团党的身份初战补选 伊党老二端一布拉欣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 是故弄玄虚地说 这一切都是国盟的竞选策略之一 现年41岁的李斯华迪是一名前海军 端一布拉欣认为 他比土团党提出的候选人更有胜算 再来伊党在化旺盛和其他的能及力选须 比土团党更有影响力 当地人也比较熟悉伊党 对于这次国盟候选人 临时加入土团党上阵的情况 你怎么看 是凸显了土团党在面对国盟真正的 Bitbox伊党时 也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安排吗 还是到了伊党的地盘 要胜选的话 自然有他的策略考量呢 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喜欢我们影片 别忘了点赞分享 还有关注热点Hospot 带你更进更多的补选消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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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